好 激动市长谢国良亲自带领卫生局长张贤正 文化局长江亭梅 暖暖区长陈汝东 以及暖暖区市议员林敏勋 连恩典陈冠宇 以及也是国民党立委候选人的林沛祥 拿着水枪一起喷水清凉开幕 欢迎大小朋友从7月1号到8月31号之间 来激动清水季玩水清凉一下 清水活动感谢钱师傅 在过去的几年间都有很重视 那一样的到了夏天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活动 未来我们一样也会重视更多清水的活动 也希望在夏天的时候 能够利用清水活动 一方面帮大家消暑 一方面增加更多的有好玩的一些家庭的一些活动 暖暖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特别是小朋友游戏的这个一个场域 7月1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 有非常多的活动 注意了一个礼拜只休两天 其他你随时都可以来玩 欢迎你们到暖暖 暖暖最好最棒谢谢 你如果要来体验山境 在暖暖有山 你会要来体验步道 在过岗有步道 你会要体验眷村的文化 在地内有眷村文化 你要体验碉堡 你要体验以前的八祖春夏风华 在八祖有附建山的步道 今年的暖暖清水季非常特别 你要在暑假泡在暖暖一整天 有老街有水有梅有文化 欢迎大家来暖暖 暖暖清水公园呢 是在这个北部从新竹以北 应该整个北部地区 前十大的免费的细水阵地 那也欢迎大家 不只是把暖暖推出去 也欢迎来跟大家所有的好朋友 包含全台湾的好朋友 都希望邀请他 来我们这个最好玩 最热闹 然后的最非常丰富的 好玩的这个清水公园 大家一起来玩水 我让市长这边一定会尽全力 帮我们把清水公园做好之外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在暖暖 这边的山 这边的水 也就是所谓的绿带跟蓝带的娱乐 在夏天的时候 可以提供给全市一个不一样的环境 当然这边都是需要 中央政府未来的帮忙 中央政府的资源益助 才能帮我们把这个暖暖清水公园 做得越来越好 让我们未来的暖暖清水季 做得越来越棒 市长谢国梁展现赤子之心 越玩越嗨 带头拿着水枪和市议员们 以及大小朋友互喷 湿透全身 炎炎夏日中感受清凉 谢国梁也强调可以在其他区 寻找适当的地点 来规划其他区的清水公园 可以把清水的这个功能 跟公园的功能把它结合 而不是以清水 做专属功能的一个区域跟设施 那我刚刚也询问了一下 整个工法跟它的预算 应该我觉得未来 也可以让基隆更多的行政区 有一些公共设施 或者是一些公园的设备 拥有这些清水的设施 我觉得这样可以让夏天的时候 让家长跟孩子们玩得更开心 而市长谢国梁也强调 喷水区地板湿滑 看到有小朋友玩水时跌倒要特别注意 话一说完自己也通常体验一下 果然摔倒引起一阵惊呼 幸好没有受伤 也呼吁大小朋友到现场玩水时 千万不要奔跑注意安全 可是我刚刚看到玩得很开心的时候 看到一个小朋友有滑倒 然后稍微头有稍微碰到了一下 所以这个地面的材质 因为大家玩得很开心 才不会管那么多一定跑来跑去 所以这个地面的材质 如何做到让孩子们也保护 尤其是不要擦伤或撞伤 我觉得也是未来的一个设施 我们应该可以考虑到的地方 应该要考虑到的地方 清水济现场也发放冰棒免费 请参加的大小朋友们享用 市长也亲自颁发感谢状感谢支持 以及参加这项活动的团体 也和市政府卫生局长 以及文化局长等人 一起和到现场摆摊宣导的 市政府团队人员合影留念 感谢大家的辛劳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